宗教两个字的意思 现在被人都想错了 什么叫宗教 人家宗教是迷信 迷信就是宗教 错了 中国宗教这两个字怎么讲法 一般字典上都查得到啊 为什么不查查字典 什么叫宗 什么叫教 什么叫宗教 这三个问题 宗的意思 主要的 在过去 我们中国人 每一个族信 家里都有宗词 词为什么叫宗词 最重要的一个词堂 词堂纪念祖先的 你从哪里来的 祭祀里头 主要的祭祀 就是祭祖心 祭祖心 孝道 连几千年前老祖宗 你还记住他 你还尊敬他 眼前的父母 能不笑吗 所以纪念祖心 祂的这个效用 就是圣宗归云 明德归厚 这社会安定的 第一个基础 老百姓心 心里厚道 他有孝心 这是娇孝的 所有的德行 是以孝为核心 这称为宗词 某一家的宗词 宗词里面藏着有家谱 家谱是你家庭的历史 你从哪里来的 世世代代都有记载 你能知道你家庭的历史 知道你家庭的来源 怎么会不爱这个家 祠堂不要了 那连祖宗的根都拔掉了 你想天下不乱 不可能了 乱到最后不可收拾 整个崩溃 没得救啊 你用什么方法去 孤身先先用的这种方法 你完全废弃了 不要了 您能找一个方法 能代替 找不到了 好够的心 我好够了 好够了 我好够了 好够了 感谢观看